本源光的大梅子 大家好,我是本源光的大梅子 大家好,我是本源光的小梅子 我们是梅大梅小 小梅子啊,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是什么样的状况来到场地学习吗? 就是我的皮肤痒过敏都一直好不了 然后走片中心还是都是一样,就是非常的困扰 那么除了这个解决皮肤的问题之外 是什么原因让你持续学习呢? 我觉得它帮助我就是解决皮肤问题之外 就是课程的学习其实让我更了解自己 而且更有人力去面对我生活中的问题及困难 那么我想,这个对于第一次来到场域学习的学院 一定有很多的疑问 所以呢,我们就先来简单说明一下 比如说什么是场域啦 那什么是感知问题的代表 那什么是光场域连结老师 那在本圆光中心呢,有一块红色的地点呢 我们称它为光场域 那么在连结排列的时候啊 由你,也就是我们称的这个案主啊 可以挑选任何一位学员来做代表 那它将会感知所有和你问题相关的人、事、物 我们就称之为感知问题的代表 那当然会有一位光场域连结老师 也就是David老师 他会帮助你了解整个排列过程 帮你找到问题的真结点 现在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明 如何开始个人问题的连结排列 那首先呢,你只要将你的问题简单描述给David老师 比如说你想要问工作啦 还是感情、亲子关系等等 就是你这样简单描述就可以了 对,因为我们希望啊 这个问题可以客观的在场域呈现 所以啊,避免过多的描述 有可能会影响到许人的感知 然后呢,你就只要安心的 跟着David老师的引导就可以了 那么连结排列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是经常你授权的代表们 会开始在场域里面移动 并且呢,接收到和问题相关的讯息 那David老师呢 就会透过这个代表们的感知 来协助你看到问题的核心 以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提醒大家 关于自己每次的连结排列呢 一定要留下笔记 因为这些记录呢 将会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提醒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啊,第一次来排列的学员 都是需要经过时间来消化这个场域的讯息 那么所以呢,刚刚提到的记录 就是非常重要 不过啊,其实也不用着急的 因为你如果真的有疑问的话呢 你只要再询问David老师 或是工作人员 他们都会在意义的为你解答的 最重要的是回到 就是我们生活上面的落实 只要跟随着场域的引导 给自己一点时间的去实践呢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 慢慢的开始变不一样咯 那么对于第一次来到 场域连结排列的学员呢 在连结排列之前呢 我们先来做个简单的说明 这个整个过程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明一下 什么是场域呢 那在本源光中心呢 会有一个红色区域的地点 我们称它为场域 那为什么会有场域呢 通常暗主授权之后 跟暗主事情有关的人 他会留在场域内 那跟暗主事情无关的人 他会退到场域外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红色区域的这一块 称为场域 要不要举个例子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啊 比如说有人想问感情好了 那想知道对方爱不爱我 那暗主他就会挑选 现场的学员为代表 然后就授权他 然后并问他说 我想知道对方到底爱不爱我 那这时候如果这代表冲出去 没有冲出去 没有冲出去 就是退到这个场域外面的话 这就代表了 他其实没那么爱你 对 那么刚刚有提到 这个来寻求解答的人 我们就称为这个暗主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图片上 外围这个白色的椅子 这个区域 就是给我们学员做的 所以当然在连结排列的时候 这个暗主可以任意挑选 任何一位学员来做代表 他就会来感知 所有和你有关的人事物 我们就称之为感知问题的代表 那在图片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两张黑色的椅子 一张是留给暗主 那另外一张黑色椅子 是留给我们 光场域连结老师 也就是我们的David老师 那他会帮助引导你 看见整个排列的过程 帮你看到问题的真结点 是 那么本源光场域的这个连结排列 并非我们这个个人主观的意见 而是来自于一个高维度的讯息连结 他是透过这个长域学员的代表 以及David老师的洞见 来非常客观的来看见 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本源光场域的现场 就让我们来欣赏一段这个影片 来帮助大家更了解 什么叫做连结排列 我对伴侣的家人不够 第四个 你说我授权你 我授权你 当对方做出我无法认同的事情时 当对方做出我无法认同的事情时 我尝试沟通 我尝试沟通 那么在刚刚的影片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老师 按照问题来领导案主授权 没错 那当案主授权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就开始移动 是的 那这时候啊 David老师就会透过代表们的感知 来将问题的点连成线 再由线连成面 那就让我们再来欣赏下一段影片 去看 好 第一个是谁 在感情的世界里我不常发体气 但是我经常生嫩气 好 第二个呢 我代表我懂得偶尔尊重对方 我觉得是我和他相处的时候 看我的情绪 好 第三个呢 我 我 我对伴侣的家人不错 我吗 好 第四个呢 我 我代表如果在刚做出我无法认同的事情的时候 我会尝试沟通 基本道了 我只会跟他沟通过一次 然后如果他不能接受我就会放弃 因为我觉得真理很大 嗯 好 那么在这段影片当中啊 我们会很明显的发现 这个代表感知的回答和这个案主的方式 写答案这个头脑的认积 是有相当大的落差 有所出入 是啊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 嗯 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点 到底是在哪里 嗯 所以我们是需要透过光场域的感觉 和光场域连结老师的动箭 才知道自己的问题点在哪哦 是啊 你看就像这个影片中 这个这位案主啊 他因为没有认知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啊 这个深闷气跟情绪化就会老师跟着他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从这个场域啊 我将请问陈先生 你是以自己为中心 还是以对方为中心 应该是以自己为中心 好 你自己有此认知就对了 好 那个罗同你上来一下 好 我授权你 代表他以自己为中心 是的 我以自己为中心 我以自己为中心 那个自己 你再上来 嗯 我授权你 如果他的另外一半 当他不顺他的意的时候 他会怎样 我会对他自己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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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那个梅子你是在深闷气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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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在改动身界里我其实经常深闷气 对 在改动身界里我其实经常深闷气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克服 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高清商人 你就要怎样 我们的以他的为中心 嗯 而且还要怎样 要调查 还有少生什么 少生闷气 对 好 我的排列就到此 那么在这段影片当中 我们会发现 这个David老师 动见了暗主 是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 那当暗主承认之后呢 所有的代表集中在中间 就代表暗主 他真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是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最后啊 当暗主认同自己 确实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的时候呢 这个深闷气的能量 也就离开他了 很多人离开场地之后 原本解决的问题 好像又回到以前的生活 是啊 因为生活的问题 本来就需要经过 不断的学习来改变 因为问题的点 永远不会只有一个 在本元光的连结排列 代表所呈现 都是以你当下的能量体出发 也就是现阶段哦 你和所有关系的状态 你就像是所有讯息的发射器一样 没错 所以只要呢 我们资深的能量体有所改变 和我们对应的人事物 也会相对改变 因此在本元光的学习 更在意的是 找回属于学员们的神秘密码 或许你正在抱怨着眼前的问题 但是只要愿意去面对生活的问题 他们其实都是来帮助我们成长的 那么祝福大家可以透过 在本元光的课程学习 来真正的了解自己 提升自己的能量体 那祝福每一位来到光场 感应的学员们 都能成为彼此的同心善友 我是大梅子 我是小梅子 那我们就下回再见咯 拜拜